好 主要各位观众 记者在外交部的现场 为您掌握诺鲁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正式的结束邦移邦交关系 而这个消息呢 首先是由诺鲁方面呢 告知我方将会与中华民国来断交 从此之后呢 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国为了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还有尊严 也宣布呢 将已经跟诺鲁来终止外交关系 而且也会测试大使馆 以及把我们的人员 以及还有诺鲁驻台的人员呢 来全部撤出台湾 那对于这非常突袭式 非常突然的消息 来看到外交部稍早呢 是由次长田忠光来出面对外来说明 也叙述了这整个断交的过程 首先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华民国基于维护国家的罪眼 即日起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中华民国外交部郑重声明 我国政府获系 我太平洋友邦诺鲁共和国政府 将以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以及一中原则等理由 与中华民国断交 为维护国家的主权以及尊严 我国决定自即日起 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的计划 撤离大使馆 以及技术团等相关人员 并要求诺鲁关闭其驻台大使馆 本部于2023年已经掌握了一些情知 中国积极地接触诺鲁的政要 利用经济援助 又使该国外交转向 这个期间前总统坤洛斯 访台出席我国国庆活动 以及第七届玉山论坛 态度反复摇摆 有一度甚至想取消访问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断交的时间点 是选在今天1月15号 也就是在1月13号 我们的总统大选顺利结束之后的两天 可以看到今天外交部的措辞是非常强硬的 他痛批北京这样的手段 分明就是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也是用这样卑劣的手段来对待台湾 而且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否决台湾的民主 所以今天田中光的用词是相当的强硬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要面临到一个新现实 就是我们的邦交国 现在只剩下12个国家 那外界就非常好奇了 在此前外交部到底有没有掌握到 诺鲁对我们的邦宜是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呢 在此田中光是指出 其实从过去两年 诺鲁跟台湾的邦宜就一直起起伏伏的 包括在去年10月 虽然前总统有来到台湾来出席双十国庆 但是那个时候他说 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一个状况 是对方其实一度是不想要来出席的 但是是后来 双方经过努力之下来在台湾 这边还是说服了前总统来到台湾来参加 但是之后在10月底的时候 由于诺鲁当地的政坛出现动荡 也对于前总统投下了不信任投票 所以由现在的现任总统雅定来上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田中光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曾经有造访过诺鲁 也是有跟总统雅定来进行谈话的 他说那个时候感觉上 双方的邦雅是回稳到比较平稳的状况 而且其实外交部是有接到 这相关一较危险的状况 所以在1月12号 也派遣了特别的大使 来重新的回到诺鲁来就任 这个在外交上面其实是比较罕见的 因为通常当一个大使结束 在某个国家派任 他接下来就会回到 不管是外交部本部 或是前往到其他的国家 来就任大使的职务 但是希望为了稳定诺鲁的当局 还有希望可以跟他们有更多 增进的一些互动 所以就把原本已经调走大使 再把它调回去了 但是可以看到 现在对于我两国的邦仪 是没有办法来 在这个关头还是用各种方法 是没有办法把它来挽救的 而且就在今天早上台北时间的 11点45分 诺鲁方面就单方面通知 我这边是要跟中华民国来断交的 此之后是完全不愿意见我们的大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了 外交部是把它形容为是一个时间点 非常突然是突袭式的一个断交方式 那再对于接下来 有没有出现了骨牌效应 外交部就说他会来持续掌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也提到了 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民主选举 那其实诺鲁是有在过去几天 有对于赖清的总统当选人 是有发贺电的 而这是由诺鲁的外交部次长 还有总府的秘书长所发出的 那我方也有诚挚的感谢 但是为什么在发贺电之后 如今却又出现了断交情况 那状况就表示 恐怕是个烟雾弹的情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诺鲁跟台湾两边的关系 确定是已经断交了 这个不是第一次两边断交 在2002年的时候 当时诺鲁就曾经也是因为 金钱的关系来跟中国来进行建交 但是之后由于没有办法达成 这相关的承诺 在2005年之后 又转而跟台湾来恢复建交 但是现在又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确实我们已经断交 那断交的理由 当时跟中央有说 其实诺鲁有开出一些 非常不合理的诸多条件 包括在金钱这个部分 要包括像对于帮助他们的一些当地银行 还有一些设施等等的 那田中光的形容词是说 这个金额没有办法透露 但是是远超出于 其他我们援助 其他邦交国的 这个非常高的金额 无论记者怎么问 这个金额有多高 他都是不愿意说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记者会 是由田中光来主持呢 原因就是因为外交部长吴周贤 现在人是在挂地马拉来 出席当地总统的就职典礼 所以其实是由田中光 他自己来亲上火线的 他今天用此措辞是相当强硬的 而且呢 也最后的部分 记者有特别问他说 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太平洋岛国过去呢 在2019年9月 我们一个星期 断了吉利巴斯 还有索罗门群岛 在之后呢 美国有派特使团赶紧到 这太平洋岛国来 跟他们做相关的安抚工作 之后呢 太平洋群岛跟台湾的友邦呢 才恢复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所以就没有进入一个骨骸的 这个断交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在2024 现在我们总统大选 已经正式落幕 现在呢 中国又在挖我后院呢 直接把我们的邦交国 而且是直指第二岛链的这一块呢 把它直接挖掉呢 接下来外交部说呢 会持续跟有我的这些国家 包括像美国 澳洲 日本 纽西亚等国来持续了解 也接下来会来强化 民主同盟的关系 以上是为您找过 所以请先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